那假如今天 他是我的员工 只是因为他是外劳 他不是马来西亚人 我就完全不把他当人看 他里面没有90%的水 他就不需要肯定 他就不需要尊重 他不需要这个东西 今天我在 昨天晚上我在加拉阿洛 我看到几乎每一个当 现在站在那边在做事情 都是外劳 99% 我太太问我一句话 本地人都去哪了 他说你看 前面请的全部都是外劳 那本地人都在哪里 我说本地人都在做老板 如果你今天你说 外面一直在改变 我要我的团队 齐心合力 我们要改变 来去拿到我们的生意 请问你这个齐心合力 你只是讲马来西亚人 不包括你那几个外劳 还是这个就像工具一样 我喜欢就来 不喜欢我就换三个 就好像换锤子 换换换换这个一样 如果我不喜欢别人 对我有种族歧视 我就不知道今天我们马来西亚人 怎么看外劳 把所有的人用一个词概括 那是最不人道的事情 我今天看新洲热报 看南洋上报 我最大的一个愤怒是什么 他把所有发生的案件 就是外劳 里面他还有一个叫 阿布 还有一个叫 另外一个名字 这些是一个一个独立自主的人 不是一个名词可以概括 尤其是我有时候跟我家人在一起 我们跑跑那边 然后停车的时候 很多外劳 锁车 那个报表放一面 我心里想如果我们在这样子来对他 请问他要怎么样来对我们 当我们说这是他们 这是我们的时候 你怎么样可以有一个团结的团队 你怎么样有这些大将起来 你想象一下 假如中国人在到了海外 一直都被当作是外劳 你想想看在三十年代 四十年代在马来西亚 假如我那时候是被当作外劳 我能有今天的马来西亚华人吗 所以我们说将心比心 如果今天我们要管理上做得好的话 不管对方是谁 我们把它当人看 做得好的我用它 做得不好的我换掉 那么用这样的方式呢 你才发现到 我就看到他里面也是百分之九十十岁 我怎么样让他看到他的画面 怎么样可以有阴柔的力量 关心到他 然后我的心跟他是连接的 他可以感受到我是个人 我尊重他 我有我的界限 我不把它当工具 那我相信呢 只要我们做到这一点 再做这么多家公司 在很短的时间里面 我们就有很大的不一样 今天这个事情 不光只是发生在马来西亚 我们在中国有这样的情况 在美国有这样的情况 在英国有这样的情况 我去了 在今年前我去英国 我去伦敦 我都看到这种情况 因为在英国里面有很多印度人 尤其在伦敦 结果你就发现到 英国人怎么看印度人 其实就跟我们 现在今天看外老是一样 所以这些东西都发生在 好了 那我们说你企业 你如果真的要发展 你怎么样突破这一点 你不做 他不做 事情不会改变 我做 你做 我们就会看到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整个园烧完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 给春风 再生 我们就可以整个 会有一个变化 我们就可以野草烧金 开始种植我们要的植物 这就是 企业 可以先把人当人看 作为一个起点